据俄罗斯卫星网3月25日 日前乌克兰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 东部民间武装透露 目前乌克兰军方即将挑起新一轮的军事冲突 大批受到西方训练和装备的乌克兰军队 已经部署在了顿巴斯停火线附近 目前天气已经好转 乌克兰军队随时可以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行动 据悉 目前乌克兰军队在停火线附近 挤紧了六个旅的机械化部队 包括刚刚接收了T-84堡垒主战坦克的第九装甲旅 这也是泰国和巴基斯坦陆军此前曾引进的坦克 就连美国陆军也购买了一辆用作技术测试 军事专家表示 此次乌克兰军队可谓将是压箱底的部队都派到了前线 就是希望能够一战解决对手 除此之外 俄罗斯军方检测到 乌克兰前线部队还出现了来自国外的军事顾问 包括美国、加拿大和德国等国都派出了大批军人进入乌克兰 除了进行培训之外 还有不少人员都随乌克兰军队逼近前线地区近距离观战 甚至不排除将直接参战 近期 乌克兰军队队阵地一侧频繁向民间武装控制区开火 包括狙击手和炮兵都参与了冲突 俄罗斯军方表示 希望乌克兰能够遵守2014年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 乌克兰军方则回应称 不排除有民兵组织进行了零星交火 但是乌克兰军队遵守了所有的停火协议 俄军事专家表示 尽管乌克兰军方否认了所有指控 但是如果不是想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话 乌克兰又何必集结重兵在前线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